在勾连外部势力方面呢 蔡英文当局把自己打扮成所谓民主的模范生 主动贴靠美西方阵眼 充当美西方遏制中国的马前卒 来换取对他们台独分裂行径的支持和保护 那蔡英文在这些方面的表现 我举一个例子 用现在网络上的语言叫跪舔 因为疫情而离世的台湾同胞那么多人 他无动于衷 却专门发文去吊咽拜登家里的宠物狗 安倍遇事以后呢 他要全台下半期来悼念 另外呢他就 不惜台湾人民的血汗钱 来收买新华的议员 在美国国会出台了多种涉台的法案 那策动了日本立陶宛驻台机构的更名 还邀请捷克 欧盟 日本 美国等一些议员访问 那最后就是得寸进尺 邀请佩洛西到台湾访问 负责手段地制造一中一财 挑战国际上的一个中国员 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 导致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受阻 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的局面遭到破坏 导致了两岸政治对立的加剧 敌意的加深 也导致了外部势力有机可乘 变本加厉的以台制华 利用台湾这颗棋子 对中国内政增加干涉 遏制中国的发展 更导致了台海形势 愈加严峻复杂 危险系数不断地上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